惟君难 惟臣也难 难也难 难也难 床也难 这事又怎么了 朕梦见回家了 回家 这儿不就是家吗 这里是国 对 这是国 可也是家呀 我梦见凤阳老家了 汪大娘 刘济祖 曹秀 天儿 很多人我都梦到了 就他们一张张面孔啊 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 真是像家了 那容易 改天咱们抽空 回老家凤阳一趟就是了 现在怎么回家 朕是真不忍心 看到那些乡亲故旧 衣不遮体 面黄西兽的样子 那皇上的意思是 想为这父老乡亲们 做点什么 对呀 朕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来 朕要写一道诏书 让他们立刻去办 先睡觉 有什么明天再办 来得及 睡不着了 朕就写一道 圣心思相照 就是这个 应天成运 皇帝照月 午夜梦回老家 毫啕梦醒 思乡情急 朕定于今秋 回老家 看望故人相见 回乡之前 尚有半年时光 半年内 朕有几样事情 要周 现去办 办好了 该升官的升官 该加缝的加缝 办差了 朕饶不过儿等 朕招令丞相李善长 即刻服凤阳都办 什么时候办妥了 什么时候回来 臣遵旨 朕此番御驾返乡 非一般地走心放股 而是要振兴凤阳 孤令 御使忠诚刘伯温 为行前巡查钦差 八月 先行到达 臣 领旨 朕的故乡故庄 改名黄庄 朕生于私 长于死 是朕的龙兴之地 令起居石禄关戴慎 随刘伯温先行到达 搜集整理 龙兴事迹 报臣戴慎 遵旨 朕要特别深于黄庄乡亲 给他们每户过二十请地 每户还要发二百两银子 由户部分两批拨出发放 黄庄各户都由农户改为灵户 让他们看守黄陵 有人说了 人都去看守黄陵去了 分道的地怎么办 地找别人住 你就收收租子就成了 朕要让每户都变成大户地主 请 凤阳直线周叶成 臣在 你要捧着朕这道圣旨到黄庄去宣读 朕写这些大白话 就是要乡亲们都能够听懂 王文 王文 赶紧皇上 赶紧皇上 朝秀 皇上 刘天儿 皇上 朕在梦里都见到你们了 还有很多人 朕就不在诏书上依依点了 朕 惦记着你们哪 还常在梦里 梦到你们了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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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记得皇上的恩德 皇上 刘云 你听得真吗 皇上点暗名了 是点暗名了 说明皇上啊 还惦记着你呢 还有一个人 朕 不在这里点他的名字也罢 朕 不想见到他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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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见 皇上不想见谁啊 就是这个 就是他 就是他 没错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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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给你们的这些银子 先要盖房子 盖新房子 做新衣裳 你们所盖的房子 允许按官员住宅建制 门 窗 粮柱 可以用红色 现在正是清皇不接的时候 要买粮 要吃饱 男人们可以喝点小酒 等庄上的汉子们 都红光满面了 妇女和姑娘们 都漂漂亮亮的 朕再来看望你们 再与你们聚首 亲此 谢谢皇上 愿遂 愿遂啊 皇上 谢谢皇上 谢皇上 谢皇上 大人 立即去应天 只带上厅 是 要快 府衙没有快马 找快马还要到提都那里去借 还不一定能借到 府衙的马只能日行百里 要等到皇上玉批续几天来回 怕是要七八天 好吧 你尽快上路就是 是 驾 驾 你立刻去应天府皇宫 交给皇上亲自运篮 是 要快 去军云换匹快马 我已经跟都都说好了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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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 先生 都说你神机妙算 您掰这手指头又算什么呢 我算这皇上颁布这个圣心思乡诏 那是三月份 现在五个月了 那我就该去凤阳了 这有什么稀奇 这要算神机妙算 那我也会算 四五六七八 可不就五个月了吗 打什么差呀你 你知道什么呀 皇上要回老家 搬了个圣心思乡诏 承办的呢 是李丞相的安徽社县同乡 这都官就是他自己 和这派活的干活的都官 全是他安徽老乡 这个想不热闹都难 我明白了 先生是在算 要恕什么事 我没盼着他出事 但是恕欲净 而风不止 你等着瞧吧 臣三月以来 两下凤阳 督办皇上 圣心思相照 就是要把皇上 赵令上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落实到位 启禀皇上 凤阳之县周夜城 快马送来紧急公文 请皇上预览 送进来 这个凤阳的不证实许强 是怎么搞的 你看看 这是知县周夜城 弹劾他的奏本 皇上 事不相瞒 这奏折上 周夜城弹劾的数款 臣在凤阳的时候 早有耳闻 凤阳之县周夜城 承办过程中 不证实许强 的确利用职权 多有掣肘 臣多言了 此事 还请皇上处置 朕早就说过 要保证朕的盛心思相照 畅通无阻 若谁敢刁难的话 杀无赦 你指 将凤阳不证实许强 就地斩首 遵旨 这许强好像是 洪武三年的进士 刘伯温是他的作师 传真的口谕 令刘伯温 立刻进殿面军 遵旨 按圣旨上说 户不拨的钱 粮 耕地 都按户口发放 可你圣旨上 并没有说多少户啊 那地方官吏 肯定钻你户籍上的空子 咱们再说 管这事这人 叫许强 凤阳不证实 这人这脾气 跟他那名一样 不会转弯 倔 这能不打起来啊 你是不知道啊 底下现在为了 钱和权的事 打得你死我祸 现在啊 就看这风打哪来了 大人 我刚才碰到 承乡府的管家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他骑着一匹快马 说是凤阳送信的使者 骑来的马跑累了 他要去宫门换马 凤阳来的 刘伟 赶紧上书房 把皇上赐我那块 换马牙牌拿来 顺便备驴 您这是 少问 赶紧 皇上 圣旨已经拟好 让凤阳来的人带回 交给周官执行 遵旨 皇上 您为此事传召刘伯温 难道他和这件事 还有什么牵连 朕一个月以后就要还乡 过几天刘伯温要去替朕巡查一番 朕不能问问他的想法吗 对对对 这个凤阳支县周叶成 是不是你的涉险同乡 对对对 是涉险同乡 涉险同乡 不过他也算是皇上的怀西老乡啊 前三月份去凤阳宣读 圣心思乡诏的时候啊 那周叶成啊 当时听得是泪流满面啊 皇上的诏书 真是甘天动地呀 是 驾 你是凤阳支县派来送信的吧 是 正是 丞相大人让我给你换踢马 你这匹马跑得路太远 怕他回城跑不动了 好 多谢丞相大人 好 快走吧 骑 骑 骑 回吧 回吧 谈皇上口语 国医室中乡刘博文面上金箭 刘大人 今儿个怎么把你这条小毛驴 牵到马场来了 我问你啊 头两天是不是胡人给皇上 浸献了一匹叫旋风的骏马啊 您问这些干什么呀 您有一双顺风耳啊 你瞧瞧这个 换马牙牌 这我知道了 皇上总共才赐出六块牙牌 不过都是赐给五官 还有一块赐给了锦衣卫 您是个文官 不是 你还是不信是怎么着 不不不 是皇上的牙牌 被这不敢不信 大人相中哪一匹马了 就要那匹炫风 快 就要他 您拿什么来换 我这驴啊 驴 这头驴啊 我这可是御马场 养头驴多稀奇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头驴 别看是头驴 就是没有马跑得快 但是比你的马 见得世面多多了 是他们的大哥 来 前走 臣 刘伯温见驾 平身 谢皇上 赐座 丞相 刘大人 看看这个 皇上 预备如何处置 你怎么也问我这话 你们都一样啊 一看那奏折 都问我如何处置 臣 臣只怕皇上 已然下达了旨意吧 你怎么知道的 凤阳不证使 许强极箭送达 皇上 你看看 你瞧瞧这事儿 刚才周叶成的奏折刚走 现在这许强的奏折又到了 这都怎么回事啊 这个地方上的官员 互相弹劾也是经常发生的 这不是废话吗 你两下凤阳都办 回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再说了 刚才朕传旨的时候 你倒是拦着点我呀 皇上 您当时正在气头上 臣哪敢呢 不是 你不拦着朕 也不至于火上浇油啊 皇上 您已然下旨 把许强杀了 皇上若是后悔 可以下一道新旨 快马将旧旨追回 也可以刀下留人 朕干过后悔的事吗 转眼前 就一颗人头落地呀 你笑什么呀 难道朕杀了许强 你高兴不成 不是 我是为皇上高兴啊 皇上圣驾返乡 是吧 人还没到呢 天下就知道 皇上因为一方官员的奏折 就把另一方官员给杀了 这不是说明皇上是 兼听则明吗 大胆 刘伯文 你是暗讽 皇上偏听偏信 你 行行行行 你就别在这捣乱了 又开始火上浇油 是不是 你说朕不是监听 那许强的话 也得让朕知道啊 哪怕是许强的马 跑得比他的马快点也行啊 那就恳请皇上派一匹快马 追回圣旨 也许可能刀下留人呢 快马有 在御马场养着呢 这一道指下去 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时辰 前面那匹马 早跑过长江到达安徽了 怎么追啊 皇上 旋风马就在皇宫门口拴着呢 怎么在皇宫门口拴着呢 应该在御马场啊 这不是 这不是朕赐你的御牌吗 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你真是神机妙算哪 这怎么是臣神机妙算哪 这是皇上神机妙算 算准了臣早晚用的上 这不劲儿用上了 对了 下官把驴已经压在御马场了 好了好了 来人 骑上旋风 给朕追回来 遵旨 凤阳不证实许强 尽敢对凤阳县执行 圣心思相照 百般刁难 犯下死罪 令州府立即执行 亲此 你笑什么 你敢嘲笑皇上吗 住嘴 你一个小小的知信 轮不到你来教肃我 我从来就对皇上忠心耿耿 我是笑你们 许强 已经死到临头了 还笑得出来 你们那些手脚我都能看破 以为别人就看不破 许强 你就没有一点悔恨之心吗 我忌讳有恨 我恨我自己居然找不到一匹快马 让周叶成能赶到前面恶人心告状 你 你这算什么悔恨之心 来人呢 立即将许强保护法长 干 许强 在问斩之前 你要面向应天跪下 向皇上认罪 马秦少 驾 俊强 你还没认罪呢 怎么就站起来了 停 还不赶快下令斩首 驾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他疯了 他疯了 这人真的疯了 他是想拖延时间了 你们都聋了吗 应天方向 请皇上的圣旨 马秦少 驾 他疯了 听听他的 怕死怕疯了 先别 皇上来救我来了 皇上来救我来了 皇上 刀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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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计职 还没给我收房 快快快 各位听旨 是 大爱情 你还有什么要问朕的 皇上 老臣常年在宫中做起居实录 皇上说什么做什么 老臣就记什么 这好办哪 可倒下 可倒了下面呢 这东一言西语的 老臣我记什么呢 你干的这活儿 朕没干过 你说你这么问朕 朕怎么回答你呢 哎 山长 要不然的话 你跟大爱情说说 好 好 这活儿臣也没干过 对了 刘大人 您是文化名人哪 要不您帮出出主意 要我说呀 您得本着龙兴之地这四个字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去粗取精 去尾存真 嗯 刘爱情的话 戴爱情 你要好好琢磨琢磨 皇上 刘大人他说的只是大原则呀 可老臣以为呀 实录实录 他就是真实的记录啊 你这不是认死理吗 戴大人 你不是跟刘大人同行吗 就由刘大人负责你的事吧 别别别别 咱们仨呀 还是各司其职 各自对皇上负责吧 皇上 臣急着要走 就此告退 去吧 皇上 臣也得去取我那头驴去了 去吧 皇上 那老臣做什么去呀 你年纪大了 平时上朝都坐轿子 你坐轿去 皇上 皇上让我跟着刘大人 可刘大人的官比我大 我总不能坐着轿子 跟在他旁边走啊 你也不能也骑驴啊 那驴跟你也不配啊 要不然的话你骑马吧 皇上 马不行 马太颠哪 得把老臣这把骨头 给颠散了 那你就骑骡子吧 对 你骑骡子 那驴呀太机灵 马太颠 只有骡子 又憨又傻 和你正背 你骑骡子吧 皇上 你就别欺笑老臣了 就这么定了 来人 在这儿带大人 去挑一头骡子 遵旨 谢皇上 嗯 刘亦啊 大人此行有风险 这一路你要多照应他 知道了 此行是皇上特派 一路上他就是刘大人 刘大人 咱走吧 走吧 走了 哎 嗯 刘大人 这么远的道 您不坐轿子骑马来了 哎 刘大人 您是不知道啊 皇上啊 他让我骑骡子 啊 可那利馬厂 哪有骡子 我只好骑骑马过来了 哎呀 瞅这意思 您还黏上我了 刘大人 我从没下乡采访过 还请多多关照 行行行 走吧 走吧 好好 咱也走吧 走 走 快点 慢点 你们先把箱子放下 在这儿等着 是 来 小心 凤阳之县周叶城 求见丞相大人 进来吧 是 卑职参拜丞相大人 好了 皇上下月就要御驾还乡了 这次皇上派我来 把准备事项都一一都办明白 怎么样 皇上圣心思乡照上的事 你都一一办齐了吗 都办齐了 户籍都重新登记了 该发放的银子和地已经发放出去了 皇庄的老百姓也住上了新盖的房子 一个个吃的是红光满面 穿的是山清水绣 皇上见了一定龙颜大悦 好 再想想 都严丝合缝了 都严丝合缝了 就是 新户口册不证实 他不肯用印 他不用印 就没法送到应天府玄武湖黄册库 把两年前登记的老黄册 给替换下来呀 他什么理由啊 他说他按律办事 这大明律上说 送黄册库的户口册 要十年更换一次 他不知道皇上 御驾还乡的事要特事特办吗 他说 皇上的诏书上 没说户口入库要特办 他还说 即便皇上下令特办 他也要亲自喝茶 怎么 你怕他茶 我怕什么怕 重新分的户 这人头 地 都清清楚楚啊 地有地气 发放下的银子 户户都有账本啊 这不就得了吧 我跟你说 徐翔那个人 没什么可怕的 他就是个死心眼 关键是他后面那个人 你可要留心哦 他就是御史忠诚 刘伯温 这次的头衔是寻茶钦差 你得经得起茶哟 绝对经得起茶 刘伯温这个人呢 有个习惯 好微服私房 不管他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他都可能冷不定冒出来 所以你得盯紧点 他出行了 你也出行 即便偶然相遇了 你要让他感觉 你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样子 是是是 卑之明白 丞相大人 您的东西啊 我给您送来了 来啊 把箱子搬进来 放下吧 你们出去等着 这是什么 银子啊 两千两 您懂的 你要干什么呀你 一共三千两 备支就留下一千两 我不是说的这个 你怎么不懂啊 这是什么时候啊 刘伯温马上就来了 皇上遇驾也到了 你不是害我吗 刘伯温 他敢抄宰相下他的驿馆 再说了 他依凭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现在是非常时期 当今时下 一起谨慎 争相协好 这 嗯 赶快抬回去 这 哎呀 大人这我我 我 哎呀 要不先放你那儿 那 走啊 呃 呃 是 是是是 是 这东西暂时用不着 还是先给我抬回去吧 是是是 哎呃 呃 大大人 这 您怎么老趴着呀 哎 刘大人呐 这马太电了 这屁股疼啊 哎 这样好点 哎呃 坚持一下啊 前面就到凤阳县城了 哎哎呃 哎呃 哦 小 serge 咱们下官道 哎 好咧 刘大人呐 哎 哎 不行啦 不行啦 哎 这颸的屁股 实在受不了啊 行书您吧 刘大人呐 这颸的屁股 实在受不了啊 大大人 您这是活受罪啊 您这个 行了 这么着吧 咱俩换换 您骑我那驴吧 来吧来吧来 骑你的驴 那带小驴能行吗 戴大人 驴骑屁股马骑腰 您又瘦能不疙瘩吗 您看我为什么老骑驴 好得多 来吧您 那就让您替我遭罪吗 什么话 照顾老人应该的 来来来 来来 来 您慢点 您慢点 来 行了 来来来 来 来 刘逸 牵着驴 请戴大人上驴 戴大人 喂 咋嘞 怎么样 戴大人 你别看这小驴啊 这驴小 背上的肉还挺多 行了 您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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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驴大人怎么是谁 这驴股怎么还没 这驴股都什么是 这驴股都什么是 这大赏武了 这驴股都什么是 这驴股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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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派的巡查钦差就要到了 我能不来吗 你们在这久等个吧 等了有一会儿了 不是还有一位皇上的起居石鹿官吗 他可是朝廷大员呢 你说的是不是代慎代大人呢 我算好日成了 代大人呢年纪大了 他做轿子 最快也得明天到 大人请 刘大人是骑驴子来 今天差不多到了 可现在连银子都没有啊 又搞这一套 我告诉你啊 刘伯文刘大人最讨厌 迎来宿往繁文乳节 大吃大喝这一套 所以我想啊 他会不会是下了官道 然后 你们这下了官道 有没有通往县城的小路啊 有啊 下了官道 有一条小路 可直达凤阳县城 那赶快派人 到小路上去堵他 不 迎接他 快 来人呢 大人 你赶快骑马 到小路上 去候着刘大人 记住 一定要把刘大人接到这儿来 就说丞相大人 也在这儿迎接他呢 是 等等 你记住了 刘大人骑驴 明白 从京城来的 骑驴的大人 来 这儿快去吧 是 来 大人 嗯 驾 驾 驾 参见大人 请问大人 是从京城来的吗 是啊 大人是皇上派来的吗 不错呀 咱们县太爷有请 丞相大人也在接棺亭守候 好 大人 您的路早差了 什么 早差了 没错吧 那你前头带喽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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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诶 不对呀 诶 这后面怎么没马蹄声啊 大人 啊 刘大人没跟着咱们呢 刘大人呐 你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您跟着去吧 我还有别的药物 又把我甩了 我怎么问呢 记着 入乡随俗 大人 您跟紧点 你误会了 误会 大人 您不就是骑驴的吗 我是骑驴呀 我现在是骑驴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这 走走走走 走吧 瞧 来了 承小大人 来了 承小大人 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 你别碰我 我怎么瞅着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那马后边不是跟着头驴呢吗 驴倒是驴 可是人不是人 不是 我的意思说这驴上坐的 不是那个人呢 您等他走近点来瞧瞧 您不是也跟我说吗 那刘大人是人不离驴 驴不离人呢 可是刘大人这胡子没这么白啊 这不是代善代大人吗 这 老爷 您找的那个骑驴的人给您带来了 就一个骑驴的吗 还有一个骑马的 他自个儿从小道儿走了 这会儿已经进了城门了 那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啊 代大人是应该接的吗 代大人 卑职凤阳城支县周叶城 在此恭迎代大人光临避县 好 好啊 那个 我扶您下来 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好好好 刘宝温呢 刘宝温 我怎么老算计不过你啊 刘大人 凤阳支县周大人吧 正是在下 没能迎接刘大人是卑职的失职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怎么会是您的失职呢 代大人呢 代大人喝醉了 这不 他做了我的轿子 我把您的驴给骑回来了 天哪 来 小心 代大人 您怎么喝成这样了 刘大人哪 你不在了 我就成了唯一目标了 您不是说您不能喝酒吗 说 是说饿了 我说我不胜酒力 您不会说您滴酒不沾呢 您说您不胜酒力 人家会觉着您是能喝不多喝 您这说客气话呢您这 刘大人你就别提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不是让我入乡随俗吗 他们劝酒的第一句话 就是入乡随俗啊 所以随俗 我这第一杯酒 就见多了 就喝一杯就行了呀 我说刘大人你是不知道啊 他们劝酒的词啊 有多滑鼠 我是啊 一辈子闻所闻闻了 什么感情深 还一口闷 感情浅 还舔一舔 你说皇上跟故乡的人感情那么深厚 我一个皇上身边的人 感情能浅的 是是是 第二杯酒又进度了 好 戴大人三杯酒下肚啊 就开始自己尝酒喝了 那就是喝高了呀 牛逸啊 咱紧着 我戴大人进去 把盆水给他洗把脸啊 好嘞 走吧戴大人 你一整永远的传说 那传说 那传说依然灑脱 都说那传说 真假难按说 其实这传说 是把老百姓的 素求是说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说舍头底下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你说舍头底下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